其实这波霸王极寒流28号就已经开始侵袭中国大陆了 依照天气预测今天零渡线就会越过长江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将会断崖式的下跌 而零渡线将会逐渐往南推到广西广东 直到明天中国大陆恐怕有将近八成的国土都被冰冻 但是中美中澳的贸易炸是导致澳洲的煤炭现在进不去大陆 为了要节省用煤用电 浙江江西湖南跟广东等省份都已经发布了限电令了 所以就有中国大陆的上班族上网抱怨说 只能够走楼梯爬上位在三十几楼的办公室上班 而且进到办公室里面还不可以开空调 不可以开暖炉 唯一可以开的只有电脑 学生更辛苦了竟然是点起了蜡烛来看书 好几位身处厚重大义的乘客 在寒风中推着公车 原来是道路结冰导致公车轮胎打滑无法上坡 就连运动场上的愁光也急速结冻 镜头转到另一头大陆青岛同样面临狂风暴雪 民众被狂风吹得寸步难行只能站在原地 一不小心就会被风给吹走 我们来弄点菜 民众蹲在冰天雪地里采菜 眼望去白茫茫一片 很难想象这里原本是绿油油的田园 天寒地动人都快受不了了 甚至连飞机的机翼都结成冰 机场里的工作人员忙着洒热水替飞机除冰 这波睽违四年的霸王季寒流 不仅影响台湾 邻国大陆同样冷嗖嗖 但日降温达16度以上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短短三天的时间随着断崖式的降温 到31号2020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国家超八成的国土将被冰冻 冰冻县随着寒流一路南下 就连秦岭都抵挡不住 直接冷空气进到秦岭 直接翻越山脉甚至被覆盖 让整个南方统统失守 以河水翻腾为名的黄河湖口瀑布 甚至整片河面都被冰封 除了人类冷到怀疑人生 动物同样崩溃 就连森林之王都承受不了寒流威力 超过20只的东北虎群聚树侠取暖 老虎大多独行 因此这种群聚场面实在少见 而除了老虎 猴子同样冷到不要不要的 动物园的猴子们在树上 一个贴一个互相依偎取暖 另一边的爬行动物们 甚至穿上特制毛衣抗寒 画面看了好疗愈 傍望季寒流持续发威 亚洲多国刷类蛋 将度过最冷化年 动物餐采运讯员 林黄富翔综合报导 具体液逊 亚洲多ент 跳钓 主 Common 调味侠 偶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